哈喽大家好 现在时间已经是10月中旬了 一转眼的时间就到秋天了 大家看秋高气爽 那现在这个天气 就是我们家这个阳台 用起来最舒服的时候 不冷不热 一点分都没有 非常凉爽 咱们新疆这个地方到10月底 天气就要冷起来了 所以要不了多久 我这个阳台就用不了 就要准备开始过冬了 趁现在这么好的天气 不如我们今天在阳台上 来做上一顿美食 刘萌萌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铁板烤肉 五花肉和新疆炒米粉 OK没问题 我们今天就吃铁板烤肉 那今天呢 也是新疆咱们这一轮疫情以来 我们居家的第60多天了 对有60多天了 我们真的是从夏天吹空调的季节 马上就要在家里待到 冬天开暖期的季节了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门 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我们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 最头疼的呢 就是小孩上学的问题 刘萌萌现在天天上网课 那我有一种预感 他这一学期可能都开不了学了 天天上网课 天天对着手机 天天对着屏幕 对眼睛也不好 而且是在家里 然后没有老师看着 一年级小孩的自制力也非常差 学习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就是作业的问题 因为没有书 没有本 没有练习册 很多作业就只能大人手抄 然后小孩再去写 真的非常麻烦 我现在就特别想拥有一台打印机 真的有一台打印机就太方便了 好了 就不说这么多了 咱们开始搞美食吧 吃卡肉了 咱们现在来准备食材 看一下咱们家冰箱里 食材还是挺多的 这些是蔬菜 这还有土豆 还有水果 还有一些饮料 我们现在把肉拿出来 我们家里的肉还挺多的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打包好的 这是排骨 这是肉馅 然后这下面有好几包牛肉 咱们拿上一包牛肉出来 然后这是两包精品五花肉 之前就片好的 咱们拿出来给它画动 看一下咱们最新 我们那天又定了个羊后腿 然后已经把它分解打包好了 每一块怎么吃都已经计划好了 这是一个羊腱子 到时候咱们烤再吃 这两包是剔下来的纯肉 到时候咱们烤羊肉串吃 剔下来的骨头 我们那天已经炖汤喝掉了 咱们两包五花肉腌上一包 另一包不腌 吃一个原味的吃一个腌的 看一下这个上等的五花肉 这是厚切 厚度大概是5毫米 这是我们之前自己切的 嗯 这有肉 哇好丝滑呀 这个牛肉也是我们之前片好的 既可以吃火锅 也可以吃烤肉 太幸福了 咱们继续老配方 一包腌料一包蘸料 好香啊 咱们今天继续来使用这款 泰古的IHBBQ多功能料理机来做铁板烤肉啊 这个锅呢 有一个深盘和一个浅盘啊 咱们今天就只用这个浅盘来做铁板烧啊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下配菜 因为这个生菜我们买回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把这种不好的就给它扔掉 看到这了没 我们就怕生菜坏掉 然后找了个瓶子给它养起来了 效果还是可以 虽然边上这一圈蔫了 但是中间你看这新长出来了 因为咱们现在又是一轮七天的静默 所以呢也买不到菜 就用这样的方法 刘萌萌现在上网客到了 他俩在上网客 现在就我来准备吧 搞点水果 快到香里耀 刘萌萌学习这事啊 我是真的搞不了 上小学之后 真的事情特别多 光微信群就三个 一个班级群 一个家长群 还有一个小组群 还有丁丁群 还有QQ群 光群就有五个 天天各种消息 有一个群呢 是疫情的群啊 每天要报体温 报你的地点 看你在人在哪里 希望这个疫情赶紧结束 这是新疆冬枣 这是阿克苏苹果 这是库尔勒香梨 怎么样这水果不错吧 好了配菜 咱们今天就不喝 科技与狠活的饮料了 咱们自己榨个鲜橙汁喝一下 下课了吗 嗯 我来帮你啊 过了 这是我的脸蛋 好远远的 好了我们的菜品准备好了 全是肉 就是肉 怎么样分项吗 这是橙汁 好了 好了 我们准备开吃 这个锅呢 咱们可以直接设置温度啊 直接设置200度 这个锅呢 它可以精准的控制温度啊 设置200度 它就会一直保持在200度啊 我们现在放肉 来 咱们先来这一排啊 温度起来了 因为这个锅本身就是不沾涂层 而且五花肉菜有很多油啊 会出油 哇 出油了出油了 很快就烤至焦黄 太香了 这个锅呢中间的温度会高一些啊 用来煎烤食物 然后两边的温度会低一点 烤好的可以放在两边来保温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倒点烧烤料 嗯 嗯 好吃 香不香 酸 这个五花肉啊 还是得切厚一点 是吧 嗯 绝绝子 绝绝子 没有海克斯科技的饮料啊 好我们五花肉吃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搞这个牛肉 很棒 今天的这个晚霞非常的美啊 嗯 这个牛肉吃火锅也很棒啊 嗯 你改天吃个火锅吧 好 这牛肉瞬间把油给吸完了 嗯 是的 好 来卷上一个 这个牛肉啊 要卷香菜 大蒜 来点香菜 一卷 嗯 嗯 嗯 呵呵呵呵呵 来干杯 嗯 嗯 你太好玩 嗯 这款泰谷的IH BBQ多功能料理机 不光可以吃烧烤 它还有很多别的功能 配合上它的生盘 可以吃火锅 可以做一整条鱼 烤鱼 清蒸鱼 它最大功率是2200瓦 火力也足够 炒一整只新疆大盘机也没有问题 配备的这个料理盘呢 既是锅也是盘 美食做好了 可以直接短上桌 连餐具都省了 除此之外呢 它的底座还能单独当做电磁炉来使用 这款多功能料理机 我们已经使用一年了 真的非常好用 来来来 再来 有点黑了 刘萌快去把灯打开 油又出来了 热气很甜呀 你再馋你奶奶往这碗 你再馋你奶奶往这碗 最后一片 好了结束满足 好了我们吃完了 直接把这些餐具放到洗碗机里面 这个是榨汁机啊 榨汁机也可以直接放进洗碗机 这个烤盘 咱们直接就可以放进去 因为这个烤盘它有不沾涂层嘛 所以直接放进洗碗机就可以了 不用动手去刷它 全部的餐具都放进去了 OK 吃完饭了 咱们来蘸点水果 或者香梨 这个梨有点小 还有冬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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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刘萌萌给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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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